朱立倫他要選中國國民黨黨主席 而且他選上的機會還蠻高的 那包括連勝文 今天繼續出來質疑高端 那質疑那個高端到底有沒有道理 來 我們再來看個戲 高端最大的問題就是不清不楚 到底他的效力如何 他的安全性如何 都是很好 尤其昨天又發生這樣的意外 再多建議 我想對南克的民進黨 今天一定是繼續打下去 用自己的身體 來拚台灣價值的這些朋友 他如果願意去打高端 那我是覺得我們真的不能阻止 那因為越多人去 這些人越多去打高 民進黨支持者越多去打高端 那其他人才有機會 可以打到非高端以外的 低端的這種進口疫苗 最好是所有民進黨支持者 都要去打 不要身體跟嘴巴講的都不一樣 不過自從昨天發生這個事情 我們現在不敢這樣講 因為這樣講人家說 你怎麼那麼壞心 你怎麼叫人家去這種 做這種有風險的事情 所以反而我現在不知道 不知道該鼓勵還是不要鼓勵 我撞不住好不好 照連勝文那個說法 你真的很壞心 你爸爸去打AZ 如果把疫苗注射後死亡 認為是他那種講法的話 你怎麼會讓你爸爸 偷偷摸摸去振興打呢 你好壞心喔 我後面那字還不好意思講 寄什麼東西成啊 我覺得不必要這樣 我就叫到科學去處理就好了 包含剛才朱立倫講的 偶爾不清不楚 醫師在這裡 所有的疫苗 第一期做的就是安全 然後第二期的報告 跟EUA的申請 我們現在所有有關高端的 免疫橋接的審查資料數據 都在那裡 讀到美國博士的朱未來主席 你應該可以找一堆 國民黨的醫師免疫專家 把那個數據拿出來好好質疑 這樣我給你學了 我覺得我們不管再朝再演 面對國產疫苗 只有一個態度叫做 嚴格把關樂觀其成 可是國民黨現在做的是 沒事找事永遠找查 你若是這種態度的話 有人歸用力來請 你看看那個連勝文 連勝文講的一副說 如果你要去找死 你要表達愛台灣的成分的話 我們大家不要擋他 打高端有那麼大危險 如果按照死亡的比例 就注射後死亡 瓜胡非因果的話 其實打其他外國的疫苗的危險性 比高端高 你們要反制 像反制到義和團 或者像那個白蓮教 到什麼樣程度 最後一點 我們要提的就是說 為什麼全世界沒有辦法 一定要用緊急授權 一定在第三期之前 就讓疫苗趕快打 就因為這個疫情突然而來 非常嚴重 所以如果國民黨說 打這個疫苗 像玩這個俄羅斯輪盤 如果你用這個形容詞的話 害全球到目前為止 確診死亡超過四百萬 這個俄羅斯輪盤的元凶 在中國那邊 你為什麼連提都不敢提 好 因為這個連戰前副總統 他打了AZ疫苗 叫你說他還沒合格 就打了 那我在節目上講說 其實連副總統 他們夫婦都八十幾歲了 用年紀來說 我們都覺得應該不快 再來聽說他有癌症 我覺得那更應該打 就是從人性的角度 而不是從政黨的角度 不是從政治的角度 那今天回過來高端 為什麼不能夠 從一個人性的角度 來 明賢雄 再請教一下 這是朱立倫 打高端受害 要不要提集體訴訟 朱立倫說一定會有集體作為 高端可不可以有集體訴訟 可以 可是更嚴重的是AZ跟莫德納 為什麼不提 會提 我覺得可以 怎麼有 他說針對高端 對 我就是說 第一個 對疫苗部分 我認為疫苗是很專業 所以我也從來沒有在批評過 高端AZ或莫德納 到底疫苗是怎樣 我不是太多 我對這個 我說 當然講說什麼高端什麼 剛剛醫師有說 他的刺蛋白 那其實那很專業的東西 所以這支疫苗好不好 就我來講 我不是專業 所以我不會去多做批評 我是這樣 我建議 第一個就說 政治人物對疫苗來講 那反應民意 有些人認為說 會不會有副作用 然後到底要不要求償 如果要 我同意要一體試用 所有疫苗都要 我剛才看到AZ有五百多人 五十二到目前五十二 我覺得那看我會驚 因為我真的沒有看過這個數字 我知道他有副作用 也有相關的死亡通報人數 我今天看了那麼多人 所以如果要的話 真的要一體試用 我同意 政治人物因為畢竟不是專業 我認為對疫苗可以少講 那第三個我告訴你 就是說不管說誰去那個 就是說相關的那個 那個就是說那個作家的臉書上 家屬留言 不管他是誰或什麼東西 拜託我買 那個真的是很沒有人性的做法 就拜託不要再去留言 不要吃肉太用 手抖抖就好了 我覺得國民黨裡面 不是沒有人才 像李明賢 于北辰 這個都叫智慧欄 有智慧還有人性 可問題是現在看起來 不是整個國民黨 都跟你們一樣 那麼剛剛連盛文 他在接受訪問的時候說 那些用自己身體捍衛 台灣價值 就問一下 你們父母是用身體捍衛 什麼價值 剛剛鴻宜講的 我也 我記得我在評論 連戰跟連方瑜 打特權疫苗的時候 第一連戰85歲 連方瑜好像78歲 第二連戰有病 這個癌症 第三 因為距離所謂的這個85歲以上打疫苗 其實也不會間隔很多天了 其實他們只要做一件事就好啦 不管是連家還是振興醫院 就跟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報備一下 人家說網開一面 有個特例嘛 我覺得是OK的嘛 但是我還是必須說 還是特權疫苗 還是特權 有關於這個 剛剛這個等於說 朱立仁說 高端疫苗不清不楚 它哪裡不清 哪裡不楚 它的綜合抗體 消架所有的資料 什麼東西你都找得到 如果你認為 那麼死了幾個人 或是你認為他會抗體 又作假 你要成立一個什麼 真相調查委員會 還是要幹什麼 我都贊成啊 但同樣的標準嘛 AZ的部分 你也對這些 如果萬一他是因為打了AZ 打了這個莫德 更不要講 下禮拜可能要進來的輝瑞BNT 最後我要做一個總結 因為我想我最有資格講韓粉吧 我是全台灣告韓粉 紀錄保持人嘛 告了快要上千個嘛 請容許 我在這裡用原文重現 沒有人會打破你的紀錄 我告第一個韓粉是為了什麼 我本來也不想告他 你知道他怎麼寫 這位黃信男子說 你媽媽是 才會生出你這個 我告訴你 不是我而已 我的姐姐氣到絕對不和解 你知道出庭到法院的時候 這位六十幾歲的黃先生 弄著助行器慢慢走 行動不方便 他是真的行動不方便 女法官跟我講說 哎呀黃先生 你看你看他這樣對不對 我就跟你看 他意思就是說 你要不要和解策告 我就跟你法官講了一句話說 因為他這樣 所以他就能那樣嗎 因為他這樣就能那樣嗎 對 因為你這樣 你就可以侮辱我的媽媽幹嘛 嗯 豈有此理嘛 對 像陸先生一樣 因為你們這些酸民 因為你是韓粉 你就可以侮辱 因為這樣死去的一條人命嗎 不要說陸先生啦 任何人你都不能這樣做 對 我讚成他的孩子這樣做 必要的時候告他 對 來吧 再來 databases 比如說 �영 雲 賓 Comic 富 постав 一次 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